這一大袋啊 瓶子大概裡面有100支 100支到120支左右吧 所以可能這一次以20支換0.2 20支來講 可能這次會換到1塊錢至1.2塊錢 歡迎大家收看喬寧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寧日誌 又到了就是回收的日子了 我們這一次收集這麼大一袋 有沒有看到 這麼大一袋的瓶子大概花兩個多月了吧 上一支影片是跟大家說 4支瓶子可以換0.2新幣 然後這一次是因為主要想為了要更新影片 所以跟大家講 這一次變成20支瓶子才能換0.2新幣 OK其實它這個政府的政策它解釋的原因是說 鼓勵大家做環保回收 所以它給大家就是4支瓶子換0.2新幣 可是現在因為大家對於環保意識有比較起來了 所以你要收集收集收集20支瓶子 然後才可以拿到0.2元 所以20乘以5 所以等於100個瓶子 你才可以換到1塊錢 這個效益其實有一點差耶 所以接下來我還會不會繼續做環保 可能還是會啦 可是我會拿去換這個錢嗎 特地為了擠一大袋 然後拿那麼多東西 然後走這麼多路 然後去就是為了找一個這個瓶子的回收機 然後換Volture 然後再拿這個Volture 再去NTUC買東西 然後抵這個2毛錢0.2塊錢 20千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沒有這麼的方便 沒有這麼的便明啦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是 新加坡人還是可能看到一個垃圾桶 就把水手的寶特瓶鐵罐啊 寶特瓶就丟在垃圾桶了 然後還是沒有做就是支援回收分類的這件事情 對然後變成政府跟超商在做環保回收 最多的鼓勵政策這一個上面 然後你現在又改成原本4支變成20支 變成困難度更增加了 所以其實大家為了這個Coupon去排隊 假日微觀 然後看大家換瓶子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會越來越少 對然後這次主要更新 目的是這樣啦 OK 給大家看我這次撿的瓶子 這一大袋啊 瓶子大概裡面有100支 100支到120支左右吧 所以可能這一次以20支換0.2 20支來講 可能這次會換到1塊錢至1.2塊錢新幣 對那我們等一下就換換看囉 哇 咦有人剛剛有在換瓶子 你結束了嗎? 剛前一個人回收了八個瓶子 ok 那我就繼續借他九個瓶子 然後...有 他像是你換二十個瓶子 可以換二十千 對對對 二十千那個 NTUC的Vulture 他會自己出來 對對對 他會自己出來的 對 他會從這邊出來 對 然後這樣 就是慢慢喝 好 二十個 二十個 四分大小 二十個兩毛 這韓寶 玩寶一起來 對對對 對 收這麼多 好 好 我們現在 同二十個瓶子進去了 然後要按Prim包車 Prim包車之後他就會 這邊出來拉一張 對 他的用法還是跟以前一樣 一個月 然後Maisima Pen Coupon 然後從今天開始 3月29 往後推一個月的使用時間 OK 我們今天剛剛丟了二十個瓶子下去 結果他現在機器已經滿了 然後機器滿了之後 我們現在就是要 掃這個QR Code 然後去聯絡WhatsApp 然後叫就是他們的員工來 清理這台機器 然後我之前好像有拍過 清理這台機器的影片 然後我這一次會 一遍跟大家上傳 看他這一次是怎麼 清理機器的這樣子的一個 服務 然後再讓大家知道 一張 兩張 三張 四張 五張 六張 六張乘以0.2 花六張是一塊兩毛錢 所以我們今天一大袋的 平平貫購我們換了一塊兩毛錢的 NPUC Discount 我是Elsa 好啦 我覺得 這一次呢 嗯 現在他的政策改成 20個瓶子 一張 0.2塊錢的 Coupon 我是覺得 比較 困難度 提高了 以前是四個瓶子 換0.2塊 現在要變成20個 所以其實 大家的意願度 會比較 沒那麼高 這是我個人看法啦 那也許可能做餐廳的啊 或是一些 RT Uncle 他們平常 本身就要 在收瓶子 跟剪瓶子的習慣 我覺得 對他們來講 多跟少 其實還好 只是看他們 感覺 賺的多賺的少 會有一點差距感啦 那以上 是秋林日誌 那我們秋林日誌 下次見 拜拜 謝謝拜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 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請問一下 那張開啟小鈴鐺 按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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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